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当中有什么内幕我们深入讨论 介绍两位特别来宾 首先介绍资深媒体人王峰 王峰你好 大家好 农年行大运 资深媒体人张友华 友华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新年快乐 我们今天要来聊蒋经国的三个儿子 我们这边做了看板来了解一下 蒋经国三个儿子分别是文武勇 蒋孝文 蒋孝武跟蒋孝勇 蒋经国对他们三个人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注解 他就说蒋孝文糊涂 蒋孝武荒唐 蒋孝勇可爱 所以我们先来谈一下 这个糊涂的蒋孝文 这蒋孝文呢 他算是这个蒋方良 跟蒋经国的一个长子 这边我们做一个小档案来看一下 他1935年是出生于苏联 1937年他就随着他的父母亲 还有妹妹回到了中国大陆 到1949年又跟着家人 一起来到了台湾 他的学历 他是念了黄埔军校28期 但是没有毕业 同时他也到美国去进修 到伯克莱大学的企业管理 而他后来在台湾呢 有担任过所谓的 这个电力公司的处长 以及国民党的党职 而他的婚姻是和徐乃景结婚 所以我们请教一下 有华对这个孝文 应该也还蛮清楚的 的确像孝文 第一个 为什么说他糊涂 喝酒 是 经常喝酒物食 第二个 他吃食不定 就是吃饭 不定 时间 不定时 不定量 不定时 不定量 加喝酒 所以他往往 他悟过了 他糖尿病 他必须要吃药 还有打胰岛素 所以最后他脑子 受到了损害 真正的原因 就是喝酒 这个就是蒋经国 讲他糊涂的原因 第三个 就是说 孝文 坦白来讲 他的教养 不是蒋经国教 也不是 蒋方 梁教 真正教他的 全部都是那些随户 那那些随户 就是孔武有力 所以他从小 他就喜欢 什么 骑马打仗 动刀动枪 那蒋介石 也非常的鼓励 就养成了 他很霸气的性格 孝文这个人 他本性不坏 其实他的本性不坏 但是他物交损友 又被侍从带坏 然后祖父又宠 然后妈妈又怪 所以造成他这个糊涂的性格 所以说我们继续来谈 这个毕竟 我们刚也从这个表里面看到 他是蒋经国的第一个儿子 那既然是长子 又是蒋介石的长孙 照理说应该是备受宠爱的 但是其实他后来 也发生了非常多的争议事件 我们先请教王峰 这个蒋孝文 他当时到底有 集多少的宠爱在一身 可以让他后来 其实他也享有了 非常多的特权 那我可以举几个事例来讲 就是说这个孝文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发生了一些事情 那我们看到这些照片 看到蒋孝文 可以说是下帽堂堂 可以说是长得一表人才 你看这个孝文跟他的姐姐 还有跟他的母亲一起合照 那我举两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就是大学联考 台湾的这个大学联考 就是这个大陆的高考 早期是分开 各个学校分开考试的 那后来呢 开始联考 那他在联考的过程当中 他的分数极低 分数极低 但是他透过种种的关系 去改他的这个分数 那个时候 这应该也要透过他的父亲 来做这样的事情 那当然有人会去自动去做 帮他做这个事情 那帮他改了这个分数之后呢 结果呢 他还是 还是没考取 还是没考取 就是说在 批考卷的过程当中 就已经帮他 加分了 可是搞到后来 他还是没考取 所以可见他的成绩啊 真是 真的不一般般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军校 我们晓得以前的这个黄埔建军啊 蒋先的黄埔建军 一直到所谓的大陆时期的中央军校 然后迁到台湾来 变成所谓陆军官校 在凤山啊 是 那以前都是 这个学制都是很乱的了 刚开始的时候 黄埔军校几个月就是 毕业了 就是我是黄埔一期的 有华是黄埔几期的 这个 每一个人都几个月就毕业了 是 那到了台湾来 所谓的中央军校改成陆军官校之后 就学美国西点军校 就是四年制 那大家晓得这个四年制什么时候开始吗 从蒋校文开始 那蒋校文开始有四年制 换句话说 你大学考不取 可是你只要读了陆军官校 等同大学学历 这是他的祖父啊 给他的一个恩典 那我讲他怎么破坏他祖父的恩典 怎么让他祖父失望 我跟一个跟他同时在陆军官校 同一个睡上下铺的一个人跟我讲了一个事情 他说他装病 校文装病 因为他不想读 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他不想读这个陆军官校 他对于军校没有兴趣 他就装病 装病他就住院 住院在陆军官校里面有个医务室 那特地就辟了一个房间 本来他只是个医务室 感冒或者是什么刮破皮 去看一看 他不是有住院的地方 可是特地还为他弄了住院 他住院呢 其他的同学也跟着住院 住院呢 白天躺在那边没事干 晚上呢 熄灯啦 9点钟熄灯 他熄灯之后就是他的热闹的时候了 开舞会 他找谁呢 找护士小姐 找护士小姐 进来就是换了便服 大家一起捧掐捧掐 就开始跳舞 那捧掐了大概各把礼拜 都没事 有一天校长 晚上巡防 怎么听到远远的 有捧掐捧掐的声音 是什么声音啊 就去查 一查校文 校长很生气 很生气 那当然校文也很怕他 那就不捧掐了 那他就把这个事情 就告诉了这个金国先生 蒋金国 蒋金国很愤怒啊 立刻就把他调回台北 毒打了一顿 那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来 那他后来就离开了嘛 后来因为他实在读不下去了 那就离开 这也是辜负他祖父的一片厚爱 本来是说你大学考不上 我让你读四年制的陆军官校 一样等同又是可以当军人 又可以这个大学学历 可是他还是让他死亡 可是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就是他既然是长子 基本上蒋介石传给蒋金国 蒋金国应该对这个长子 也是寄予厚望 加上蒋家的政权如此的稳固 难道没有想到要传给蒋校文吗 等他从美国回来 结了婚从美国回来了以后 他就开始 那蒋金国把他送到孙运璇底下去历练 没想到到孙运璇底下去历练的时候 他又兼任桃园县党部的主任委员 就开始喝酒 开始喝酒跟地方民意代表 还有跟很多我们讲的奇奇怪怪的人事交往 然后就是一次酒醉 大概在1967年的时候 一次酒醉就让他脑部 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伤害 所以他接班之路到那一天就全部断了 所以你说蒋校文 其实是受到他身体的一个影响 我们这边也做一个整理 他也因为有酗酒的恶习 后来也有遗传性的这个疾病糖尿病 导致他后来是脑受损 后来就昏迷了 所以接下来情况下 像刚刚有华所说的 其实蒋校文跟大卫就失之交悲 但是我们就要来谈一下 那校武呢 校武他其实也是这个生于重庆 然后他也是有黄埔军校的资历 同时要到德国去念了政治学院 后来他的经历其实是比较有政治经历的 包括担任过新加坡的这个副代表 还有驻日代表 那另外他的婚姻其实也蛮有多故事的 请教一下王峰 蒋经国他到台湾来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任务之一 就是说情报单位 那这个蒋校武他从这个德国回来之后 本来大概经国先生希望他在文化传播 文化传播界 比如说像中广公司 或者是新兴文化事业公司 这些属于文化事业的体系 蒋经国本来是想他去里面历练一下 事实上他也不是没有兴趣 我举一个简单的故事 有一次这一个校武到一个地方吃饭 这是我朋友亲口跟我讲 到一个地方吃饭 一个酒楼里面吃饭 吃到一半 应该说从我的朋友那边讲 他们正在一个包厢里面吃饭 然后吃到一半的时候 就有一个穿白西装的人 旁边走过去 好我这个朋友这一桌呢 都是华氏 不是华氏还没有 还是台氏跟中氏 台湾最主要媒体的 美丽的明星 都是演连续剧的 要么就唱歌的 可是他就这样一瞥 一瞥而过 你像白居过戏 你从门走过去顶多一秒钟 他这样一瞄一眼 他看上某人了 等一下就有一个人过来 那我们这一桌朋友的人 他也认识 就说可不可以请这个 谁的旁边的第几位的人过去一下 太子叫你过去 你能不过去 立刻就过去了 那在美丽岛事件前夕 在高雄 部署了一个特务单位的会议 那这个孝武他也列席参加 那列席参加 那他刚开始是没有讲什么话 那散会以后 金国先生就走了 金国先生要赶回台北去处理事情 那他就说 他就 席散了之后 他就跟几个 包括阮成章 包括王生这些人 就跟他们讲说 现在你们这些单位没什么用 我觉得应该找一些社会关系 比如说像某某帮 某某某团体 就是这种地下帮会 我们跟他结合在一起 你看我们孙中山 孙中山国父孙中山先生 我祖父 他们以前从事革命运动的时候 都是利用这种社会关系 我们现在也应该运用这种社会关系 所以他的想法 跟一般的正规的这种政府组织 或者是特务组织的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 所以说很有趣的一点是 在蒋孝文在接班无望之后 蒋孝武是不是也曾经在 蒋经国的考虑名单中 但是为什么蒋经国后来 还是说出不传子这样的话 有什么内幕我们稍后回来 走进台湾带您关心台湾市 今天特别节目跟大家聊 为什么蒋经国有三个儿子 但是蒋氏政权并没有因为 蒋经国三个儿子 这三个儿子当中有一个人接大位 而是传给了李登辉 我们请教一下这个友华 其实刚刚我们谈到 其实孝武后来 其实蒋经国也蛮重视他 同时也把所谓非常重要的情治单位 这种东西交给他掌管 其实也是有让他要接班的意味 孝武的权力大到什么程度 包含沈志月 包含阮成章 甚至于包含王生 是 包含王生 都有点怕他 当然他们三个是以长辈的身份教训他 那有一次在机场 跟他的太太汪长思女士 你大吵一架 结果单位的首长到松山机场去劝 他把枪顶着王永树的肚子 说我的事你不要管 然后当他知道是他弟弟 当他知道是他弟弟 去向他爸爸告的密 结果他就讲 他说我现在我就回去 我要杀了我弟弟 所以蒋经国命令校友赶快走 他说不然的话 你兄弟火拼的话 他是真的拿着枪 就是因为这件事 让蒋经国对校武真是伤透了心 所以他曾经告诉蒋伟国 他说他很多事情都能处理 就是处理家里这三个小孩的事情 他没办法 请伟国好好地教教校武吧 所以说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校武失宠的导火线 刚刚有话也提到了 就是跟他的妻子汪长思 这个在大闹机场同时还持枪 这个案子其实让蒋经国很不谅解 另外其实还有所谓的江南案 王丰 当然江南案就是可以说是 校武离开台湾的一个最关键的事情 虽然当时官方的说法都不是这样子 都说这一个是另外的事情 跟这个江南案没有直接关系 事实上在江南案发生之后 因为相关的关系人 基于一种策略 所谓的违未救灶 用违未救灶的方式 就是逼蒋经国要把这个江南案 好好的处理 不要怎么讲 就是说像陈其里 这些无关的这些 就是跟他虽然是执行这个 所以当时的江南案也是一个 很轰动一时的一个政治案件 对江南案简单的来说 就是作家刘仪良 他笔名叫江南 他因为写了这个蒋经国传 那所以呢引起国府当局的很不愉快 那所以曾经派人去叫他不要写 甚至于把这个版权都买断 可是后来刘仪良没有听这个 没有就是拿了钱 可是呢继续出版 那所以这个事情就发生了 就被刑刺 派了这个陈其里 就是竹联邦的这个分子 陈其里去执行这个案子 那这个案子发生之后呢 当然矛头就指向台湾 特别是蒋经国 那当然蒋经国 那他们在怎么讲 就讲话的过程当中 又不是直接针对蒋经国 就说是蒋孝武 那事实上我所了解 就是说蒋孝武即使有关 他也不是直接的有关 他是一种间接的关系 所以事实上我听到一个说法 就是他掉到新加坡的时候 孝武跪在这一个蒋经国的面前 在七海关底 就他爸爸家里面 跪在他的面前 痛哭流涕 那他这个蒋经国可以说是 也讲不出话来 也是很难过 那这个事情对他们父子的关系呢 是影响很深 所以说我们要继续叫来谈的就是 因为我们刚也提到了 孝武他有很多的因素 也跟这个大卫没有机会了 所以接下来的第三个儿子 就是孝勇了 孝勇呢 他是出生于上海 他的学历呢 就是复兴小学陆军官校 以及台大政治系 而他经历呢 其实似乎比较完整 就是国民党的这个委员 同时也是有担任过董事长 也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这有话 其实感觉上孝勇的经历 比较是从商比较多 但其实在蒋经国晚年的时候 是很相当以重他的 蒋经国晚年 除了孝勇能见到他 能看到蒋经国的不多 那孝勇就被号称叫地下总管 除了地下总管以外 然后包含蒋经国 他批示了重要的公文 还有一些所谓的独报啊等等 都是透过孝勇 就换句话说蒋方良也好 蒋经国的晚年的生活 完完全全是由孝勇一手扶持 那这里呢 就参谋本部的一个总务局的局长 他曾经跟我讲 他说孝勇对他爸爸妈妈的孝顺 就好比说 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电动轮椅车 他说他下令去研发一个电动轮椅车 让他爸爸妈妈走路都比较方便 然后第二个 那个时候所谓的救护车 因为他爸爸比较胖 他会开始设计救护车上面的升降梯 你知道升降梯几公斤要承重 承载重量多少啊等等 他命令 走路局你给我研究一下 结果弄得他们是不胜其劳 还有对于蒋经国的吃 要总务局去买什么菜 这个菜你要怎么样弄 总务局说我们是打仗的 我们不会弄你这个东西啊 所以还叫总务局去采购什么中药啊等等啊 他说孝勇是有孝心 也是因为说蒋经国跟蒋方良 知道孝勇对他们真正是不错 非常的孝顺 但是他跟接班大卫插身而过的 真正的原因是 有人也曾经向蒋经国报告过 所以他就只命令 他在农电公司 农电中心工程等等 他只让他在党营企业里面 他只让他在党营企业里面活动 从来不让他介入到政治 结果没有想到当蒋经国过世的时候 孝勇他为什么反对李登辉 他说他答应我们讲家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的祖父跟父亲的办公室 你答应我不能迁移的 结果你居然迁移到中正纪念堂去 第二个关于那我祖父 他放在府底的一些东西文件那些 你通通都移到了所谓的档案馆里面去 然后最重要的 他说他答应我祖母 士林官邸不开放 结果在他任内开放 这个就是说让蒋家对于所谓李登辉 因为孝勇曾经在我面前讲李登辉四个字 忘恩负义 所以他对于李登辉的接翻是很有意见的 但是呢 为什么蒋经国在晚年的时候 他竟然要对媒体说出这样的话 包括呢在1985年的时候 他接见时代杂志的时候 他说将来领导人一直 蒋家人事担任一事 本人从未由此考虑 也在同年的12月的时候 有人要问他说 经国的家人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的领导人 经国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 汪峰 我想这是两方面的压力 一个是台湾的党外 就是民进党的前身 这个很大的这个岛内的这个压力 另外一个压力就是来自于美国 江南事件发生之后 美国雷根政府 对台湾这个蒋经国当局 压力是很大的 我要补充一下 其实孝勇 他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特色就是善于察言观色 第二个特色就是他非常细腻体贴 我讲一个细腻体贴的故事 就是说经国先生大概1983 1984开始身体真的是江河日下 所以他经常要去台北农民总医院看病 那个时候他又有这个效勇 又考虑到就是说 第一个不能让美国人知道 第二个不能让朝野 台湾的朝野知道所以都非常小心 那蒋经国他的车队去龙总的过程当中 这个当然都是很低调 大概都是下午下班时间 五六点以后进了龙总 那照道理呢 住院车队就离开了 应该是空的车队 可是他不 蒋孝勇特别安排 特别安排一个身材 体格 还有相貌 跟蒋经国差不多的一个人 所以有分身 分身就是穿着蒋经国的夹克戴着帽子 然后坐在这个坐车的这一个后座 然后呢 一样车队开回七海关底 这是什么 掩耳盗铃 让美国人知道说 蒋经国没事 只是去医院里面看个病 然后又出来了 没有住院 然后让朝野包括国民党 或者是党外民进党的人 知道说没事 这个可见他很细腻 所以蒋经国的晚年 尤其是生病这段时间 蒋孝勇的功劳是很大的 是 不过呢我要请教一下友华 这三个儿子如果说 像我们刚刚有提到 他们很多荒唐事 如果没有这些事情 这三个儿子 有没有可能在蒋经国之后 再接掌台湾的政权 可能接班的应该是孝勇 因为孝勇是跟国民党的高层的关系 都很好 那孝勇 我的判断应该接不了班 因为他的接班 他的哥哥弟弟都会反对 那孝勇呢 坦白来讲 他真要接班的话 他要过国民党元老这一关 也不容易 所以从蒋家这三个人 我们来看的话 如果孝勇不是生病的话 他可能会接班 所以说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个整理 其实包括蒋孝勇 孝勇 孝勇 后来也因为生病的关系 包括54岁 46岁 48岁 也就分别的辞世了 而蒋家的政权 也随着这些人的入土 在台湾的蒋氏政权 也正式宣告落幕 走进台湾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